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早上好 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今天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项目要做 还是在家里吃喝拉撒 做同样的事情 我今天收到了斯福兰寄给我的第一个包裹 然后是自身糖的粉底液 我们现在来上脸试一下 我买的这个色套是120 也算是白的吧 我看一下它到底适不适合我 这个瓶子的质感拿在手里还蛮舒服的 Shake well before use OK 咬一下 好啦 我要上脸 Twist cap to unlock OK OK 这粉底还是有一点点的流动效果的 我靠这么白 看一下我这边瑕疵比较多 看看能遮个多少 现在这个粉底在我脸上好像4号稍微白了一点 但是听说这个会暗沉 我们要看一下它到底会不会暗沉 刚上脸的初体验它真的很像香奈儿的那一款Ultra Le Tint 然后这个粉底好像给我太粉了太白了 跟我脖子完全两个色调 我刚才上那么一点它也几乎就可以把我这些瑕疵遮掉 这个7788吧 我觉得这些还不错 就那么一蹦的话来说的话 它这些还不错 我再加一点在脸这边看看 它刚开始的时候颜色会一坨白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慢慢转变 应该开始融进你的皮肤肤色里了 不过现在上完妆以后整个脸看上去光泽感很强 是不是 我还蛮喜欢它这种光泽感 整个人脸看上去很干净很透 像在我这种瑕疵皮脸上就有这样子的效果 我觉得如果你皮肤比我好很多的女生的话 我觉得这款粉底上在脸上 你们刚开始上在你们脸上 应该会非常非常好看 现在从刚刚它上脸的初体验上来说 非常不错 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颜色跟我现在有点不搭 我的脖子和我的脸是两个不同的色调 OK 那我就带妆一整天了 现在几点了 Alexa, what time is it? It's 10.47am 10点44 那是星期日 OK 10点47分 同志 那我今天就带妆一整天看一下它这款 在我脸上会是怎么样的效果 从它的遮瑕度 然后它的氧化度上来说 我要看一下它到底好不好用 我在YOU买的一些衣服包裹到咯 这颜色看起来蛮不错的 这件白色 有一条什么蛇吗 还有个豹子 这三件应该都是sweatshirt 然后这一件是短袖的 看这颜色是不是很太清新了 然后上面写的优雅 走我们试穿一波 我现在身上的这件是第一件 是The North Face他们家的 然后前面这个黄色的logo也是North Face他们家 一贯有的一个这样的logo 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还蛮跳的 蛮好看的 就是我觉得尖头有一点点问题 可能是被压了的原因吧 尖头有点凸 而且它还蛮轻薄的 不是那种很厚的棉的那种质地 它里面是没有加绒的 这件sweatshirt穿着很舒服 就是有些牌子的sweatshirt 它们面料会比较硬 这个蛮软的 这件不错 第二件就是一个紫色的T恤 然后上面写着优雅 对我就是优雅她本人 这件黑色的和这件紫色都是男款的 我觉得它这个袖子有点长 我自己会把它稍微露上面一点 你看把袖子稍微露上面一点 是不是感觉看起来更加的 有活力年轻一点 看起来是不是更加的有女性化一点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自己是很喜欢它这个颜色 所以才买的它 我之前买的毛号是large 大号的 因为它小号的话 它领子这一块会太紧 不像这样子这么松松的 我喜欢T恤领子 不要那么的 臭的跟脖子臭的那么的紧 看着会很窒息 接下来这一件 我感觉我把整个动物园都穿在了身上 后面还有只 这什么peacock 孔雀 这只孔雀开瓶 里面有蛇有豹子 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东西在这里一串 我自己感觉这件穿起来还蛮春天的 这件里面的它是有点加绒的 但是它这个加绒的程度不是特别的厚重 所以在早春穿的时候 其实你单单只穿那么一件出去 就直接足够了 不需要再加一件外套 接下来最后一件 这件衣服超级超级的大 然后从这里看 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很有奶奶的感觉 然后最近我还听说是一件在网上非常非常火爆的一款 它虽然现在看着很大很滑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你可以就这样系在裤子里 然后它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稍微会有点不一样 整个出来的风格感觉更加的那种休闲 更加swaggy 我自己还蛮喜欢它这个颜色 是那种maroon burgundy 然后你看它的袖子口 它有这样子一段段剪断的效果 然后领子也是这样子 但它们又好像不会剪的太多 会让整个衣服看起来很low 所以这件衣服穿上去还蛮有感觉的 然后它里面这也是加绒的 但它里面的绒跟白色那款是差不多的 它不会太厚 你们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 还蛮酷还蛮垮的 如果你要是比我更加的瘦小一点的话 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会更加的好看 我自己是也算是微胖姐的 在这四件当中你们最喜欢哪件呢 请在下面给我留言 ok 吃完衣服我有点饿了 那我们等会见吧 hello 我又出现在我家的厨房 现在真的是没有任何事情做 除了去厨房还是去厨房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想要展现自己厨艺的那种欲望 非常非常的强烈 你知道吗 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想我到底要吃什么 然后怎么吃 然后该做什么 然后各种各样的以前我吃过的东西 我都想试它一把 我真的觉得在这个疫情过去以后 我可以成为一代厨房 海带创造型的 昨天没时间来处理这个肉 今天我们来搞一点不同的 这个是已经剁碎的碎肉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肉块做出两样东西来 走吧 给它稍微这样搅拌一下 看我今天能把这些肉末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期待一下吧 大蒜 把这些大蒜全部加进这个肉末里面 我现在有一种大厨的感觉 接下来我要把这一块肉一分为二 一半呢我要蒸它 然后另外一半我要做成肉丸 就蒸这么一大块可以吃好几天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处理肉类的东西 但是又想吃肉的话 可以照这个方式去做 就直接蒸一下 然后放在你的拌饭里呀 或者是面里呀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这个步骤呢 稍微加一点点冷水 开始蒸吧 出锅咯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碎哈 虽然它的外观不是特别的美丽 但是 下面这些肉呢 我要稍微加一点点这些梨 放在里面的话 这样肉丸会更加的爽口一点 行 那我们就开始捏肉丸咯 我要捏多大才比较正好的 这么大吗 好像差差不多吗 这不会散的吧 我看它 我看它这个空间很大 是要这样子去捏它们 它们才会融合在一起 好像适合 诶 你看有点行咯 这很好玩啊 就是 那里就是玩有点费时间而已 哇 哇塞 这是我做的吗 而且你们看每一个丸子的大小 好 适中 嗯 我们先把这些可爱的肉丸炸一遍 然后再去蒸它们 为了炸这个 全副武装的我 我把刚才炸好的这些肉丸放在这里继续蒸一下 要让它里面这些肉蒸熟 我到现在还没有吃中饭 现在已经是一点半了 一直在搞这些肉丸 肉碎 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既然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肉碎 我今天就给大家露一手 我们温州非常非常有名的大蒜拌面 这个大蒜拌面非常非常的简单 所以如果你们在家不想要烧太多 或者是比较懒的话 完全可以 就算你没有这个大蒜肉末的话 你也是完全可以做的 温州的大蒜拌面呢 最主要的就是醋和大蒜 在中国的话 我自己家里已经腌好那种大蒜醋 所以直接可以就是 存在碗里 然后现在这里我没有大蒜醋嘛 所以我们自己来制作一下这个大蒜醋 放点醋 但是醋不可以太多 放一点酱油 放一点鸡精 我自己在超市里以前买过这种 Minsed garlic 它里面打开就是那种切好腌好的大蒜了 如果你们懒不想切的话 可以去买这种Minsed garlic 或者是 如果你自己家里有大蒜的话 也可以用这种大蒜 来一勺 放在这里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这个 嗯 肉末 如果你没有肉末的话也没有关系 也是可以单单这样子 只靠这个调料可以做出来 但是如果有肉末就是更好 或者是你家要是有猪油的话 哇 那面吃出来就简直神了 直接 就这样 夹到里面 我这个做的肯定不是最地道的 因为你在温州吃的话 这些拌面很容易它就干了 所以你必须是要拌得很快 然后在你搅拌过程当中的这些面 和这些酌料 噢我现在在硬口水了 这些面它真的吸收着这些酌料 所以把这些酌料的精华都给吸收进去 为了大家来尝试第一口 你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吗 这是久违的家乡味 这种家乡味是你完全不可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 这味道太香了 我觉得我这是要疯 因为 在美国吃到自己家乡的菜真的是很不容易 特别是你要是能够煮出你自己家乡的菜的话 厉害 这些面已经开始把我们的汁都已经全部吸收进去了 里面是这样真的可以试一下噢 这面的特点呢就是它很香很爽口 就是你平时吃这么一捆面你会觉得很饱 但吃这个面你完全会觉得很下饭 完全就是滋溜滋溜就面直接下去 根本就是感觉不到你是吃了一捆面的 你自己还会想要吃更多 等你吃到那些底部那些渣渣的时候 哇那是最那是味道最浓最香最棒的 我爷爷在家里给我烧这个面的时候 起码他用两捆面才能让我吃饱 这就说明这个面到底有多体胃口 非常非常好吃 如果大家想要去尝试这款面的话 不要忘记记得给我留言 你们觉得吃了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很想知道 因为我自己身为一个温州土生土长的人 我自己对这种拌面很喜欢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对于我们这样子的拌面 你们是怎么样的感受吧 你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我连最后这些渣渣我都要吃完 妈呀你看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空空空空空 现在是几点了 现在是晚上 OK我现在回来给大家做一个粉底液的update 现在是下午的5点38分 我带妆有六七个小时了 我觉得我刚才在镜子里看了一下它的妆效 我觉得这款粉底液它是会氧化的 我早上刚上完的时候它会非常的死白 然后现在它已经氧化跟我脖子颜色稍微差不多 但是还是会比我脖子的颜色更加的偏红掉一点 现在氧化下来感觉好像差不多 但还是有差距的哦 从它的妆效上来说我觉得它的光泽感很好 你看 是不是 特别是一些皮肤比较好的地方 光泽感就会非常好非常漂亮 妆容是在的粉底液是在的 它的遮瑕力是在的 它的遮瑕力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不太适合干皮 因为我下巴这里有一块 最近就是经常拿面膜敷它们 所以它现在已经开始有点dry 变得非常的干 所以现在这个粉底液它是完全凸显干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这款粉底液是有浮粉的现象的 可能现在灯打过来看看去好像皮肤很好 但是我在正常的灯光下看的话 我觉得皮肤其实显得还蛮粗糙的 是不细腻的那一种 这款粉底液我要多测试它几次 我觉得在干皮脸上应该不会是很好用 但它这款在刚刚上在脸上的时候 效果非常好 总结来说这款粉底液还可以了 在六七个小时以后 它现在能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妆效 但是就是没有太惊艳到我 你知道吗